我们今天是要来写起第四愿 这我得佛 国中天人 形色不同 有豪丑者不娶圣洁 这一页就是阿弥陀佛 在因地做法杖比丘的时候 他就因为看到 每一个地方人长得不一样 就会有纠纷 长得漂亮的人就有傲慢 那长得丑的人就自卑 那当然就产生很多的这种纠纷 所以阿弥陀佛 这个法杖比丘才会发现说 将来他的佛国度 不会有任何人长得因为长得不一样 所以产生矛盾产生摩擦 那这个是阿弥陀佛的花艺的本意 所谓的形色 形就是形体 就是长相的 比如说有些人长得很胖 有些人长得很瘦 有些人长得高高的 有些人长得矮矮的 这就是形 那什么是色呢 这色相 就是说他这个身体的光泽 身体的光泽 比如说我们在不同的坡长的光照射下 比如说这个灯 跟日光灯 或者是我们这个水晶灯 它所发射出来的那个光坡 就不一样 所以它照射让我们感觉出来 你感觉它这个所谓的色相就会不一样 所以最简单的例子就是 佳柳陀余 佳柳陀余呢 它全身长得很黑 可是呢 它的色光呢 是特别的强 就是说谁看到它 随时随刻都看到它 好像在放光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讲到说色相 就是因为光波的不同 那有些人 比如说像一些 像我们这老人呢 没什么光泽嘛 没有什么光泽 所以呢 就看起来 就像灰灰的 那这个年轻人呢 一副有光泽的样子 所以呢 看起来就 人家讲说 这个气色很好 这样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 讲到说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说形体跟色相不同呢 是因为夜报的差别 每一个人的业力都不一样 夜报的差别 那那个 比如说你有这个过去世 修这个直辈的人 那今生长得像呢 就特别的 让人家看起来舒服 那这个是因为 夜历的不同 所以 有些人长得 比如说瘦啦 胖啦 这些都是跟自己的 夜历有关系 所以 他说啊 但是呢 西方极乐世界的 阿弥陀佛呢 就会让所有 往生到那边的人呢 长得都一样 那 当然很多同学 就想说 那糟糕了 那将来 这个李 你到那边看到李师兄 也不晓得 都长得一样 怎么办 没怎么办 因为到那边 每一个人都有他心通 都他心通啊 所以呢 你就知道 他原来是 吴师杰 原来是李师兄 你就 你就会知道 所以 你不用担心 到那边以后都认不得人 不会有这个问题 那为什么说 到西方极乐世界 每一个人都会 长得一样呢 这是什么样的道理呢 他说啊 是因为 要往生的人 全部都是 同一个念头往生 什么念头呢 念阿弥陀佛 所以 你的念头都一样 到那边 你往生的念头都一样 所以大家的念头都一样 那再过来呢 就是 到了 到西方极乐世界 每一个人都从 莲花 莲花中 化生出来的 所以 不像 你的这个 念头 不一样 每一个念头不一样 你比如说 你投生到 这家人 去做他的女儿 他投生到 那家人 去做他的儿子 每一个念头不一样 因为 这个 喜欢妈妈的人呢 投到那家去 就变成 男生 喜欢 那爸爸的人呢 投到那家去 就变成女生 所以说 念头不一样 那再过来呢 就是说 你每一个人的 妈妈的 这个 子宫都不一样 所以呢 在不同的 妈妈的肚子里边 生出来 当然 没有办法 长得都一样 可是呢 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说 每一个人的 往生的念头都是一样的 都是念阿弥陀佛 每一个人 这个生出来的那个 从哪里生出来呢 从莲花里边生出来 所以既然这两个都一样 所以你到那边以后 就长得一样 这个是我们 先做这个一样的说明 就是为什么到那边 可以长得都一样 那再过来就是 因为我们刚才讲说 好丑嘛 这个丑呢 你看原来这个字 大家来看一看 这个丑不是 左边呢 这个酒坛子 酒罐 然后右边呢 一个扮这个鬼怪的一个男人 他说 就是说 一个男人 你看他带了一个面具 这个就是 大家看这里 这个就是面具 一个男人 带着一个面具 很丑陋 那然后还抱着一个酒罐 在那边喝酒 你想一想 这个 他说像这样的人 会好看吗 不可能好看 一个一直在 他说一个一直在 喝醉酒的这种鬼怪 脸上还戴这个丑陋的面具 你想一想 他怎么会长得好看呢 所以这个就是要告诉 法障彼修说 你到那边都长得舒好 舒好就是很美好 我们就所谓的庄严 庄严的意思 庄严就 因为我们这个佛教徒 不会讲到说 哎呀 这个某某师兄长得好英俊 你这样讲 就没有一点 邪佛人的味道 你要讲说 他长得很庄严 有些呢 就说哎呀 那个人又老 又 不要讲他又丑 要讲说又老 又不庄严 那这样的话呢 所以刚才就是 好 好丑就是庄严 就是好 不庄严就是丑 这样大家可以分辨出来 那为什么用这个丑字 我就告诉你说 中国人造字 都有道理的 对不对呀 一个抱着 有罐一直在那边喝的 醉醺醺醺的人 他不可能很庄严的 这个大家可以理解 这个用这个字的原因 古大德呢 就讲到说 在第四月呢 就是法尚比丘呢 他希望 往生到极乐 世界的人呢 容貌形色 等同一项 就是 长的样子 比如说 我们讲说 台湾人讲 阿兜阿兜阿 台湾人讲阿兜阿 这意思就是说 白人啊 这个鼻子 特别的尖啊 高啊 所以我们叫做阿兜阿 对不对呀 那我们的亚洲人 一般说起来 鼻子就比较扁啊 比较不尖啊 所以这个 我们就讲到说 容貌形色 会有不一样 那但是呢 这个 法尚比丘呢 他就为了要避免 大家长得不一样 产生各种的矛盾 跟摩擦冲突 所以呢 他就让每一个人 都长得一样 我们来看这个 日本人的这个法师啊 就是俊帝法师 他是 他来问说 他自己问啊 然后他自己答 他问说 为什么 这个 寡贞比丘要花 这样的一个愿呢 有必要吗 那他就讲到说 这个 他说他因为 他发现这个愿 是因为他到各个 世界 各个不同的活过度 去参观 就发现呢 那边的众生呢 他 色光 虽一啊 就算 就算 都是白人 比如说 你到英国 当然现在都混杂了嘛 像以前呢 你如果到英国去 英国人长得 应该都是 都是白人的样子 不是吗 到德国人 到德国去 德国人应该 长得都一样 对不对 色光 没有差别啊 像美国呢 我们是大龙奴啊 所以什么人 那样的人都有 所以你就不能拿美国做标准 你应该要讲说 这个 苏二人啊 应该是不是都长得 都差不多嘛 色光都差不多 所以呢 我这里就讲到说 色光呢 有两种含义哦 一种叫做 色光 一种叫做色料 那色光呢 都是从 有三个基本颜色 所汇集 混合 然后呢 产生各种不同颜色 比如说 红色 加绿色 加蓝色 如果 它这个光的 光的亮度 调整 调整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竟然 演现出来 竟然是白色 很多人想说 有可能吗 红的 加绿的 加蓝的 会变成白的吗 这个 这是科学家的这种证据 不是 不是我说了算 再过来 他说 比如说 你红的 一混上 这个绿色的 就变成黄色了 这个就是 所谓的色光 就是说 因为光的 这个光的光波 这个 混杂的多少不一样 就产生各种各样的 不同的颜色 所以 青红色白 红色蓝 黄电池 这个 我们讲阳光有七种颜色 那都是 基本色 就是只有三个 就是红色 绿色跟蓝色 可是呢 它说色料就有不同 比如说你要用这个水彩 你要用原料 你要用原料 混的话呢 它蓝色加红色加黄色 它竟然会变成黑色 那看你哪一个颜色加多少 就产生各种各种不同的颜色 所以这边呢 就解释说 这个色光 都一 就是其实都是同一个元素 都是同一个元素 产生出来不同的视觉效果 所以我们其实不要分它是黑人 它是这个黄种人 不要说是白种人 其实呢 你探其眼 都是红色 绿色 蓝色 所混杂而成 或者是 从蓝色 红色跟黄色 去调配出来的 所以 追根究底 是不是都一样 原来都可以一样 那只是因为 加的分量不一样 比如说 蓝色多加一点 你就会 都就会变成 颜色一来一暗 你如果黄色多加一点 你就会变成颜色 越来越淡 这样 好 我们再来讲到 刚才讲 色光 现在我们讲形象 然后形象为什么不同呢 然后形象不同 它这里就挤出来 样式 就是有四种 一个是 你看 第一个是错 错就是很矮 有些人长得很矮 那再过来是肉 肉就是丑的意思 丑肉的就是 不专严的意思 不好看 那 销 销是这个 若不尽通 瘦干干的 风一来 追得都站不稳的那种 就是叫做销 那再过来是瘦 瘦呢 只是讲到说 有些人体格 他就 肉就少 他这是讲 形状 第二个呢 所以他就讲到 颜色不同 形状不同 所以造成 没有在世界上 找不到两个人 长得完全一样 所以有些人讲说 不对啊 因为有些 有些双胞胎 不是都 人家都婚不清楚吗 可是他妈妈 可婚得清楚 就表示说 双胞胎 还是有一点 不一样的地方 还是有一点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 讲到这个 这个形象 那现在他 这个 日本人呢 他就讲到说 这个形象呢 有几个特色 特色 一个是 比如说他 几说有些 头很大 脸很大 但是呢 身子很长啊 有些人 长得 样子就很奇怪 就是说 长得很高 但是他的脸呢 就很 很宽 长得很大 这样 那他 他现在要来举啊 举两种 两种人啊 就是 这个形色不同 形色不同 第一个叫做 乐壁国人 乐壁国人呢 他的身高 只有三寸 只有三寸 身高只有 差不多 就是一个 手指这么高 深寸 但是呢 这个乐壁国人呢 三寸呢 他有长翅膀 他会长出翅膀的人 这是根据 汉武 动民记 的记载 因为这本 汉武动民记 就是 记载一些 奇奇怪怪的事情 这个是 后汉时期 就是 东汉 应该是东汉 东汉 东汉是后汉 这一个叫做 勾陷 他是 收集 那时候 世间上 能够收集到的 一些 奇奇怪怪的事情 他把它写下来 就叫做 动民记 他就记载说 有人啊 乐壁国人呢 只有 身高三寸 那还长出 乙毛 可是呢 这国人 有什么特色呢 他说 善言辞 嬉笑 他们很喜欢 讲笑话 这一国三寸而已 但是他们特别喜欢 讲笑话 那所以呢 有时候人家讲 乐壁国呢 就叫他叫做 泛语国 他们都很会讲话 而且很喜欢讲笑话 那他说 他们呢 有一个特色 每天早上 他们就一起 成群结队 然后呢 飞到这个太阳底下 就是太阳光 照射最多的地方 他们就 他们一起 晒太阳 那身子一晒热了以后 他们呢 就会 才会再 飞回来 他们原来的地方 把身体都晒热了 飞回来的地方 干嘛呢 去引那个 单露 单露就是 大家知道有露水吗 大家知道有露水吗 早上起来 不是早上有露水吗 但是呢 他这个露水呢 他们会挑那个 最干美的露水 来喝 所以 这个就讲说 乐壁国人呢 他有这些特色 那就告诉你说 不一样 这个你一听起来就跌得很奇怪了 对不对啊 还三寸高 还长翅膀 像我们都没有不好想象 再过来呢 他又提一个相对的 就是 龙伯国人 这个呢 这些龙伯国人身高 三十脑 刚才是三寸啊 现在是三十脑 他说 他们呢 寿命好长 那这是根据 列子 古著金义里边的记载 这个列子呢 就是 跟庄子 差不多那个时候的人 所以呢 也是 就是一个 很有学问的人 然后 这里边就 有记载说 龙伯之国 有大人 就在龙伯国这地方呢 人呢 长得很高 他们 怎么样呢 他说 把脚一抬起来 走几步路 走几步 从脚走几步 就能够到达什么呢 叫做五山 这里的五山呢 他是因为在那个古时候嘛 古时候的人呢 说有五种仙山 就是有仙的地方的山 不是普通我们这个山 不是我们的这个洛基山 不是这个昆仑山 不是 他讲的是仙山 这仙山呢 有五个 一个就是叫做 带鱼 带鱼 岩桥 然后方府 还有银州 还有蓬莱 大家比较常听到说蓬莱岛 蓬莱岛 有很多仙人住在那边 那这个 所以他讲的五山呢 指的是住着仙人的那些山 他说这些人呢 这个龙伯国人呢 他只要走几步路 就到了这个仙山去 那他到那边干嘛呢 他说一吊而连六 他说他用那个吊杆 去钓鱼嘛 他这龙伯国人会去钓鱼啊 一个杆子 甩下去 这个钓锅 然后呢 他把它拔起来呢 就钓到了六只翱啊 翱就像这样子 就像龟 又像鳖 在海里面 长得很大的 那有些人都很难想象 我以前 这个 上大学的时候 去台湾有一个叫做南沙群岛 有没有听过南沙群岛呢 那地方呢 我们去那时候去看那个那边的这个海龟啊 那是真大 都比这个我们我们这个讲桌啊 比就是几乎比那个讲台都还大 所以那边的海龟啊 都好大好大 所以呢 他们住在那边 住在南沙群岛的这些军人呢 他们就不怕没有蛋白质 因为他杀一只这个海龟 就大家可以吃好久都吃不完 因为那边的海龟 就是 所以他说 这些龙伯国人去海里 钓鱼啊 一钓就 一钓 钓六只海龟 你想想像那种一只海龟 我们要多少人去抬才抬得动啊 他一下一干掉起来就六只海龟 所以这个呢就是表示 他们这些龙伯国人很特殊 然后呢 那钓回去干嘛呢 他说他把它给烧汤 把它给煮了 煮了以后呢 肉把它扒光了以后呢 剩下骨头对不对啊 这个龙 这个骨头呢 他把这些龟的壳啊 跟骨啊 就拿来补卦用 拿来做补卦 大家听过 这个人家在补卦嘛 在揉揉揉揉揉 他拿来做补卦 所以有人呢 就去跟这个 一王大帝啊 跟所谓的第四天啊 讲说 哎呀这个龙伯国人 好残忍啊 去钓 钓鱼 一钓就是六只大的海龟 钓回去就把它组成 组了好多的那个 龟壳 然后就拿去补卦 所以这个第四天就很生气啦 就想说 哎呀不能让这些 这个龙伯国人 这么样的嚣张 所以呢 这个第四天呢 就一王大帝呢 就决定说 清俭龙伯之国的 变成 让它变成恶 就是说 因为他说龙伯国的土地 很宽啊 很大 所以一王大帝就说 让他的国度呢 把它给浓缩 缩小 那再过来呢 让他轻小 轻小的意思说 让他把这个龙伯国 把它给浓缩一下 不要让他长三十丈 几丈还可以啊 三十丈太高了 所以就让他把那些人呢 都把它给缩小 所以呢 他说 这个根据这个记录是说 到了福西市 神龙市的时候呢 那一个龙伯国的人呢 还有数十丈 原来三十丈 可能变成二十丈 或者变成十丈 那他没有讲到 到底剩下几丈 就是因为被 这个一王大帝 把它给 这个浓缩了 把它浓缩掉 这样 好 这是讲两个特殊种人 一个是只有三寸 一个是三十寸 三十丈 对不起 三寸跟三十丈 这个很特殊吧 那现在呢 他要讲长相 有时候呢 不像我们这种长相 你看 以当时候的目前年 大家知道是牧连嘛 牧连 不是被人家说 它是一条虫吗 那这个故事 我们跟同学讲过好多次嘛 就是因为牧连呢 有一次 这个佛陀讲经说法啦 结果他不曉得是忙什么啦 他就是去的是最 很晚到 结果他就坐在后面 坐在最后面 那那目前年坐在最后面呢 他听佛陀讲经呢 的声音呢 跟以前他坐在最前面啊 一模一样 所以目前年就觉得很奇怪啊 以前我每一次都说坐在佛陀 因为他是大地址的一个就是 舍利福 舍利福嘛 舍利福 一个就是母前年 对不对啊 他们两个永远都在最前面两个啊 结果他说 我以前都坐前面听 跟现在我坐最后面 竟然听不一样 没有差别 以前没有麦克风 对不对啊 所以如果正常人一想 坐在后面很轻 是不是会比较不清楚 所以他就因为这样 把这个 觉得很好奇 所以呢 他就用他的 回形的神功啊 因为他是神主通 他就一直飞啊 飞啊 飞了无量千万亿佛国度 结果实在是 飞累了 他想说 我就休息一下吧 结果呢 他找到一个地方可以休息 结果 到了那个世界 叫做光明班 世界 那个世界的 佛呢 叫做光明王如来 光明王佛 那他说这个佛 那个世界的佛呢 有四十蛋糕 四十里啊 不是四十蛋糕 四十里 那他们那边的菩萨呢 有二十里啊 那他们这些菩萨 在吃东西啊 拿那个波啊 一里 单单那个波就一里啊 那你想想 那目前年到了那边 他想说有一个地方 可以休息啊 所以呢 他就在这个波的边呢 他就坐在那个波的边啊 结果就被那个菩萨看到了 想说 我这个波怎么来的 一只人虫啊 虫 挡得像虫子一样的人 所以这个菩萨就问他的这个佛啦 问这个光明王佛啦 问他说 这个这是什么啊 他说 怎么来了一只小虫啊 在我的波的边啊 波的边脸 大家知道吧 刚才讲的一个波 不是有很多边脸吗 他坐在那个边脸上 结果那个光明 光明王佛啊 就跟这个菩萨讲说 你不能对这个尊者 讲这种不恭敬的话 你这样太过不恭敬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是释迦摩尼佛的大弟子啊 所以呢 他神通广大 所以你们不可以用这样轻视 把他看成像一条虫 大家有没有听过啊 不是有些人就讲到说 人有时候很不像样 就说像一条虫嘛 对不对啊 所以呢 这个就是讲到这人头虫的这种故事 后来这个 目前人回不来了 那不是这个光明王佛就跟他讲说 你想要再回去啊 因为他离开 瑟佛世界太远了 他回不来了 所以这个目前人就求救 这个光明王佛怎么办 光明王佛说 你现在就开始念 南无释迦摩尼佛 南无释迦摩尼佛 念两声啊 他就回到了 祷福世界 原来听经的地方了 这样 所以大家如果将来有任何的迷思啊 到哪里 找不到的话 你要怎么样 要念什么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你就不会迷失掉 好 那现在呢 我们来看 他又 这个日本人又举了 讲说 有一个叫做 托罗的 应该是一个修行者 一个很了不起的修行者 他说往上 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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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托瓜 大家知道吧 那个托瓜呢 你摘下来 如果 把里边剥开啊 这个 把他晒干 那就变得很轻 如果在水里边 飘 飘 飘的话呢 可能会被人家误以为 误以为是个人的头啊 对不对啊 大家有没有想一想 就是那个 像不像人的头啊 对不对啊 在 托在水面 那 这个 就是 有一个人呢 就是修行人呢 就 把一个 有人在 托在 嘴里边 需要忍救 结果他以为 那个人是 胡瓜 以为 是 胡胡 胡 那个念字 胡 胡就是胡瓜 以为是胡瓜 所以呢 也不理不睬 所以让那个人呢 就 就淹死了 所以就有些人 就在批评他 但是呢 这个典故呢 你找过所有的Google 找不到 我看过两个法师 讲 这一部经 讲到这里的时候 都只有把他念过去 那我想 我们也不去追究 这个 因为这个日本人 他讲的这个 托罗 日本语 翻过来 到底是 我们的 比如说 佛陀在世 哪一个尊者 我们也搞不清楚 所以 就中国人 就没有办法 没有人可以 解答 这个 托罗 好 那我们再来看 这个 法杖比修呢 就是好人高举 就长得 帅的 庄严的人呢 他就把自己捧得 高高在上 那丑妇呢 生计 这个长得不好看的 这种 女众啊 就很容易 产生这种 逼助 逼助人家 长得漂亮 对不对啊 这个 这个我想 同修 都有 都有这样的体会啊 长得 比较丑的人 就是对一些 长得 庄严的 这种女众呢 都有这种 这种 敌视 就是一种 排斥的味道 就想说 你有什么了不起 同样是妈妈生的嘛 对不对啊 你也是人 我也是人 那当然 这个都是在 讲说 你长得丑 你就会 会产生基督心 你长得 庄严 你就会 会有高慢心 就自以为 了不起 所以呢 他说 像这个样子呢 争及 爱物 就产生了 对 就产生各种的仇恨 仇恨啊 比如说 长得 丑的人 就对这个 长得庄严 就开始 刁难他 跟他过不去 那他说 这个日本人就讲说 万货 我为之风起 万货 各种各样的烦恼 各种各样的烦恼呢 就像 各种各样烦恼呢 我们讲说 贪嗔赤慢离嘛 各种各样的烦恼呢 就像 蜂窝里边的 蜂 蜜蜂也好 黄蜂也好 一下就 跑出来 你就会不会看到 哇 这个天空都是蜜蜂 都是蜜 所以他讲到说 各种各样的这种烦恼呢 就因为 党的不一样 就产生各种各样 不同的烦恼 那就像 蜂 蜂巢里边的蜂 尽草而出 那我们所谓的 祸 其实 在佛教里边 只有特殊的这种定义 是说 众生迷惑以 是跟离 是 就是 我们讲的 就是四项 离呢 就是 这个 沿西法这种道理 你对这个 沿西法道理不一样 会看到 各种各样 长得不一样的人 就难免 就会 起祸照页 起祸 刚才起祸 就是刚才说的 长得漂亮的人 慢心就出来 长得丑的人呢 这个 这个 恩心就出来 所以你看 不管怎么样 都是谈诚之慢理 那在高老师讲说 白苦一只狼狈 这日本人 讲这些话呢 我们听起来就比较 他不太 那么的容易了解 这个日本人讲这个呢 他是讲说 什么叫白苦 白苦就是讲到说 我们脆脖世界就好了 我们讲脆脖世界 有二十五种有 有就是有不同的众生 有二十五种不同的众生 那为什么会有二十五种呢 他说异界有十四种 色界有七种 已经二十一了 无色界有四种 所以加起来 叫做二十五种 二十五种众生 那这个有些 异界就讲说 异界为什么讲说 十四种呢 当然对我们这些人 听起来就难免 有一些迷惑 因为我们搞不清楚 他们为什么讲异界有十四种 异界十四种是告诉我们说 有四种恶道 四四恶道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恶鬼畜生 跟修罗 阿修罗 这四种 这是有四种 恶道 有四周 我们不是有东圣神周 南散步周吗 对不对 西纽荷周 跟北基如周 这四周 所以刚才 这个四加四就八了 另外呢 又有六天呢 他把一天分成六种 其实 但是他讲的 跟我们所谓的六出 从这个四王天开始算 不一样 就是他把这个异界天 分成六种众生 所以合起来就表示 有四四种 那至于说 色界 他又分成几种 本来是有 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可是他在四禅 二禅的地方 他又把它拆了 就变成有七种 那最后一个无色界 大家都知道 无色界就是只有四种 所以合起来就二十五种 他说 因为这二十五种 都会有生 会有住 还有会有义 还有命 就是等于是 会生 会老 会病 会死 所以呢 二十五乘以四 合起来多少 就是一百 这叫做百苦 二十五种 生的时候有苦 这个 活着的时候有苦 生出来有苦 活出来又 活的时候有苦 老病的时候又有苦 然后死又有苦 所以他就讲到说 这叫做百苦 我想我们中国的祖师 比较不常讲 那这是日本的法师 他就讲说 有百苦 他意思就是说 很多很多种苦 很多种苦呢 医师狼狈 就是各种各的苦呢 这个苦又引起那个苦 这个苦又引起这个苦 那他用狼狈来形容 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他说苦恼总是跟每一个人的长相 身形不一样 有关系 很多人的苦恼 跟我们长相 身形不一样 有关系 所以叫做狼狈 就是你这个影响 这个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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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狼狈 等一下我们再稍微解释一下说 身体有缺陷的人 心中总是 藏着苦恼 一杯 那总是觉得低人一等 那心就产生不平啊 不平啊 为什么我会长这个样子 那其实 我们在座有没有人会怪自己说 我为什么长这个样子啊 有没有人 不会有人啊 为什么呢 每一个人都知道 你会长这样子 是你自己的业力感召来的 不是妈妈把你长这个样子 害你长这个样子 不是的 是你自己的业力来的 我们刚才讲过 你修什么行 你将来就得什么样的身形 那所以呢 他就告诉你说 如果长得有缺陷的人 就会有不平 长得特别好的人呢 心里总是存着傲慢 所以他就用狼狈来互相 来形容 说因为长得不一样 产生各种各样的烦恼 所以叫做 叫做白苦一只狼狈 那这个狼狈呢 我们如果再解释一下 说一般说起来 为什么叫狼狈 狼狈呢 他说就是彼此 勾结 相宜为恶 就是 就是表示 这狼 大家都知道 狼就是狼心 果肺嘛 对不对啊 狼的心是不正的 那狈呢 长得跟狼很像 那狈呢 他是后腿比较长 那这个背呢 是前腿比较长 所以呢 就是互相配合 因为狼 因为他的前腿 比较短 所以比较矮 所以这个背呢 就爬到这个狼的上面去 所以他们想要去 偷抓鸡啦 偷什么来吃的话呢 他们要互相配合 背 爬到狼的身上 然后呢 他们就可以高一点 就可以去拿到东西 所以叫做狼狈为奸 他们从来不干好事 所以叫做狼狈为奸 没有说狼狈为善啊 没有啊 就是狼狈为奸 因为他们 狼跟狈在一起 干的事情 都是坏事 所以叫做狼狈为奸 好 大家看这个没有 狼跟狈 前面是狼 后面那次就狈 狼跟狈 那竟然有人啊 在Google上有人讲说 其实 这个背是人家想出来的 可能 找不到这个背的这种动物啊 但是 这个是人家想出来的 那我们 我们不愿意去挑战这个了啊 我们不去挑战说 背根本不存在 那我们就不需要管这个了啊 人家这么说 那就听听就好了 就讲到说 狼跟背都一起 一起去干坏事 他们干坏事呢 要要互相互相配合 这样 好 所以呢 法障比丘就心大悲 然后呢 画了大宴 就是将来他的国度呢 形象都平等 没有高下 情统水辱 这就是又是一个典故啊 情统水辱又是个典故啊 说在高僧传里边 有一个叫做上衡大师啊 高僧传里边 他到了这个 龙兴寺以后呢 他就跟几位同样都是这个正果的 都是大修行人 就像比如说法真啊 灵幼啊 神臭啊 慧敬啊 这些大人呢 交往啊 因为他们都是一个开悟的人 已经都平等了 所以会不会有冲突 有矛盾呢 不会啊 一个都是开悟的人 不可能有任何的冲突啊 对不对啊 所以呢 他们在一起交往呢 感情呢 他说 在高僧传里边就讲说 叫做 熏慈和运 熏慈 大家看到这个 这两个是 一个是念做熏 一个叫做齿 熏跟齿 熏是怎么样呢 一种业器就像这样子 就用陶土啊 陶土去做的 一个圆圆的 有一个可以吹的 这叫做熏 那齿呢 就是销跟笛子 大家看过笛子跟销吗 可以吹的啊 吹的笛子啊 就是竹子做的 一个是陶土做的 一个是竹子做的 他说 如果一个善吹熏 一个善吹笛子 你看这里 这是不是有两个人 这个人是吹熏 这人吹笛子 吹起来声音的 和音的非常美妙 好听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讲说 熏慈就是 互相成就的意思 比如说我们同修 人家做好事 你一定是 满心的这种赞叹 然后呢 随喜功德 讲说 哎呀 你看他有多花心啊 花这么多的时间 来帮忙 静宗学会 那你看到这个人 今天有很多钱 你就说 你看这个同修 这么多花心啊 舍出这么多的钱 来扶持学会 我们这样子 要做做 随喜功德 所以你懂得 随喜功德的人呢 人家在服务 静宗学会 你来赞叹一番 从内心里边赞叹 你得的功德 跟他做的人 跟他做的人 是差不多 差不多 那有时候做人功德 还不如你 因为如果他是有所求的 那他的功德呢 可能还不如你随喜赞叹 还不如你随喜赞叹 所以同修看到人家在兼钱 看到人家在做义功 你要怎么样 你要想说 有什么了不起 那你就完蛋了 你就不但没有分到一点功德 更严重的是 你造了更大的恶业 口业 就有大的口业 恶业 所以大家要多去体会 在一个团体里边 你要看到的 都是看善的一面 你就自然而然 就会赞叹 你地赞叹 人家的功德全部都 你也都分到了 你搞不好分得比他还多 所以这个就是讲到这个 叫做熏齿和韵 叫做水乳相知 那就是表示说 水跟牛奶混在一起 它会不会融融在一起 有没有 大家要不要试试看 回家试试看 牛奶倒一些水进去 把它摇一摇 它会不会分开 它就不会分开 就融在一起 这样 好 他说 绝比我情 绝比我情的意思就是 它就不会再有你啊 我的分别 就不会有你我的分别 所以这个呢 就是在解释 这个这些高僧 在一起 绝对不会有矛盾 不会有冲突 那这个是 他在形容 这个这些高僧 交往呢 叫做水乳相知 就是水乳相知 好不好 那这个就是要来表示说 不是狼狈为奸 刚才是狼狈为奸 他就是水乳相知 就是水跟乳呢 它混在一起以后 融得非常的和谐 不会有任何问题 他叫做声光相应 相应就互相照应 就是我的声光 跟他的声光 大家都合起来 让这个声光更庄严 因为你的声光好 我的声光也好 那大家合起来就 变成更庄严的声光 他说法乐无穷 法乐无穷的意思 法乐就是 不是我们的五义乐 叫做法乐 如果是因为 你的色身相畏处的这种乐 或者是炎而鼻色身 所感召的乐 你认为这种乐 都有后遗症 都会有后遗症 那法乐呢 就不会有后遗症 比如说你了解了 言其法 你就看到 所有人 没有一个人 会让你嫌弃他的 我们经常讲 为什么呢 他 每一个人 都是 有一个共同的特色是什么呢 我们就是叫做 这个 离苦得乐 每一个人都希望离苦得乐 那这个人 今天跟你讲这一句话 让你听得不舒服 有可能 他就是要来 表达他的重要性 所以他也是在 他也是在离苦得乐 那你也要离苦得乐 他要离苦得乐 你怎么能够怪人家 离苦得乐呢 另外一个解释 我们以前就跟同修讲过 另外一个解释是什么呢 就讲到说 每一个人 他在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讲一些不应该讲的话呢 都不是他真的愿意这样讲 他谁在主宰呢 业力在主宰 有恶的业力 就主宰他 从口就出来 伤人的话 所以他会讲这种伤人的话 其实他真的真的愿意这样吗 也没有 很多人讲了 一讲了以后 马上就后悔了 所以都不是他真的要这样 而是因为他没有办法 控制住他的业力 所以造成他会有这样的 这样的得罪人 所以我们还要不要去怪他 他都已经很可怜了 被他的业力主宰 道业道恶业 将来他受报的 结果你还怪他 你还跟他战争 比如说他骂你一句 你就骂他另外一句 甚至骂他两句 你想一想 你有多么的没有智慧 多么的不慈悲 好 那这是讲到这个法乐无穷 所以一个真正有修行的人 他一定是对于人家犯错 他绝对不会生气然后缓急 不会的 不会因为他觉得他好可怜 他做出这样的事情 讲出这样的话来 实在都是不是他想要 而是他的业力主宰着他 去做这样的事情 讲这样的话 好 所以呢 他这边就做一个简单的解释 说形色者 他说这里特别来解释一下 这个色有两种色 一种叫做显色 一种 一种叫做形色 这显色就是在外表一下就看出来了 比如说今天我们大部分都穿制服 也有人穿着蓝衣服 也有人穿红衣服 这就是显色 一下就辨识出来 不一样的颜色 那就说就千黄四白 那另外一个叫做形色 刚才讲过 有些人长得好高 有些人长得好矮 有些人长得好胖 有些人长得好瘦 这就是形色 所以在这边就好跟丑 刚才已经讲过 好就庄严 丑就是不庄严的叫做丑 这边就是法上比丘 民族众生形貌不同 会互相的兴建 就是互相看不起 因为我们不是经常讲吗 乞丐对人 他也是会激视人 有很多乞丐 看到一些有钱人 就想说你有什么了不起 顶多多几个凑笼钱而已 乞丐也会 你不要以为乞丐他就自憋 不一定 他有些还很自大的 所以我们 所以这个就是 所有人都会 因为长得不一样 受暴不一样 所以就会产生各种的 高低示威对错的问题 所以他就 法上比丘 令我国土 人道跟天道大动 我们讲说人天的意思 不是我们这个身体 往生到极乐世界 我们的将来 我们的神是离开 我们的身体以后 是神是去到零花 这个零花里边 去变现出另外一个 一道的众生 那就是极乐世界的 屠杀的神 而不是我们这个神 所以有些人讲到说 我这么胖 将来我那朵零花 万一这个撑不住怎么办 你要不要烦恼这个 不会用 因为不是你这个身体 要做上去的 是你的神是 上去莲花 所以你不用担心 长胖一点 也没有关系 那这个我们就讲到 就是 他再把它说明一下 就是说 人的长得漂亮 装严不装严 产生各种各样的 这种矛盾 这个冲突 所以呢 这个法杖比丘就发誓 这边就跟刚才已经解释过 为什么长到那边都一样 第一个就是因为 都是因为念阿弥陀佛 产生的嘛 所以大家念头都一样 那第二个呢 他这边是有讲得清楚一点 就讲到说 这个观经里边讲说 诸佛如来是法界深 入一切众生心想中 世故如等心想佛实 世心即是三十二项 八十种随心好 就是当你在念佛的时候 你心真的是 这个 住在这个佛的境界上 你那时候就是佛的长相 所以这个是说 是心做佛 日心是佛 那就是你平常多念阿弥陀佛 你将来的长相 就会越来越像阿弥陀佛 这个是这个观经的这个意思 所以我这边有特别提来一下 我们经常讲 听到应该国海 果策阴言 我们再利用这机会呢 也跟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叫做应该国海 就是说 佛也有心 我们众生也有心 对不对 大家都有心 那这个心呢 如果站在 都是把它归零 归零的话 佛原来也是 普通的众生的心 所变现出来的 那我们现在还没有变成佛 所以我们也有 当时佛陀变现 他成佛的那个心 我们是 原来他的原始的心 跟我们原始的心是一样的 那我们因为造作各种罪业 所以长出各种各样的 丑陋相对来 不专业相对来 那他这边就是要告诉你说 如果站在 这个 我们大家都众生的这种立场来看 众生的立场来看 当我们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就是应该国海 就是因为我经常想念的 经常心心念念的就是阿弥陀佛 所以你既然一直都在念着阿弥陀佛 你的心是不是跟阿弥陀佛就感定到交 所以你就应该 本来就应该长得像阿弥陀佛 这是应该国海 就是因为你现在 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 所以他是国地啊 我们是阴帝啊 我们现在就是念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经常跟他一直都互动 所以我们就一来也像阿弥陀佛 就应该国海 那再过来就讲说 果策阴年 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从佛的角度来看 因为佛已经修成佛了 阿弥陀佛 所以你当你 人家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阿弥陀佛就想到是说 他现在也开始跟他一样 就是节悉 节悟啊 节悟 我们不是一直讲说阿弥陀佛意思是什么 无量节吗 所以在佛的角度来说 就是佛的角度来说 就是当你开始一直都是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时候 就表示你先开始节悟 节悟 节悟 所以你终有一天会跟他一样节悟 就是说果策阴年 所以以佛的角度来看 叫做果策阴年 以众生的角度来看 叫做应该国海 我们再来 刚才已经讲过 就是讲到说 我们都莲花化身 所以长一样 你不会觉得奇怪 那这边呢 对 这边有挤出来一个例子 就是说 这个他挤的是佳柳陀余 我们上个礼拜说的 佳柳陀余 他因为把一个孕妇吓了 都流产了 对不对 那他说 为什么这个佳柳陀余 他的身体呢 粗黑 而且有光 就是前身呢 这个 都会放光的意思 就是看起来很有光色 很光 他说因为他过去世 曾经裸衣没有穿衣服 然后呢 去佛前染灯供佛 他没有穿衣服 去佛前染灯供佛 那所以他就感得 因为他的裸体没有穿衣服 去供佛 所以他身体就配特别的粗 特别的黑 那再过来呢 因为他有燃灯去供佛 所以他的身体会放光 就是人家一看到 就好像就是很有光泽的样子 就放光 所以这个就是讲到说 你什么动什么样的因 将来就得什么样的果 但是在这里 我不是建议你 从今天开始回去家里头 偷光衣服去供佛 这个不是好主意 那你将来就是 有一个好处 就会坏 所以没误会 你不要讲说 我们这里的人讲说 托光供佛也不错 我们没有这个意思 那这告诉你说 家里头衣为什么会 会有这么的特别 就是因为他是裸体去供佛 现在又有人在问 我们上个礼拜 上上个礼拜就有讲过 就说既然在21页里边不是讲 我们到那边都有32项吗 那既然都有32项 怎么会还有什么 还要讲说他要长得庄严呢 就不用了 都32项还要长庄严吗 这个呢 回答 回答是什么 就说 释迦摩尼佛跟转轮圣王 都有32项 听清楚没有 释迦摩尼有32项 转轮圣王也有32项 可是呢 转轮圣王跟这个释迦摩尼佛 站在一起的话 那就大大不同 为什么不同 他说因为 释迦摩尼佛身上有光明 刚才讲过 就是身上就是 就是很光 光显 很光亮 那转轮圣王呢 就看起来就灰灰的了 他也有32项 那看起来就没有光泽 灰灰的这样 同样有32项 也不一样庄严 也不一样庄严 好 那再过来呢 我们再过来讲说 绘书呢 又有一段呢 又讲到这个东西 他说 绘书讲说 长得太黑 或者长得太白 对不对 都不正好 假设你看到一个 我们的一个人 假设都好白 晚上给你看到 你会吓坏了 对不对 大家也不喜欢太黑 你也不喜欢太白 那他说 黑法是 头发呢 是黑的 或者是红头发 或者是白头发 也会产生 给人家不同的印象 不同的印象 对不对 对人家感受就不一样 他说 因为你不是 长得太黑太白 又是头发 又是太红 又是太黑 因为这样呢 就会产生 各种各样的这种感受 那难免呢 就会有爱跟争 就是我喜欢 我不喜欢 对不对 比如说 你在看到这个人 长得黄皮肤 就是黄皮肤 然后呢 皮肤又很干净 你就觉得我喜欢 那有一个人呢 就长得 晒的这个黄皮肤 都看不到黄的啦 都变成这个 骄傲和射的啦 那这种状况 你说我不喜欢 所以叫做有爱 有争 人家长的样子 人家的皮肤的颜色 都会产生 让你产生 贪爱 跟产生 争恨 所以呢 你就 如果你不喜欢 不喜欢这个人 长这样 不喜欢那个人 长这样 你就经常会 有称心就起来 那如果 喜欢这个 喜欢那个 贪心就起来 所以有贪心 有称心 都是烦恼 所以呢 他说 像这样子 因为长得不一样 日会 游之起泼啊 所以他说 因为 长得都不一样 都会产生 有些人喜欢 有些人讨厌 所以呢 就难免 产生各种各样的 冲突 矛盾 所以他说 他这里就强调说 人长得不一样 的确是造成 各种各样的 这种麻烦 那 他这里就讲到 像人在说谱世界 有的人讲说 我要平等 要民族 要自由 其实呢 叫做空化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个世界上的人 都长得都 完全都不一样 你怎么可能 有真正的平等呢 不会有 对不对啊 很多我们 像我们佛教徒 看到一些 回教徒 长得那个样子 胡子流成这样子 我们就 心里边就 觉得没有那么 舒畅 对不对啊 我说有些人 我不是讲每一个人 那就会有不舒畅 那再看到这个基督徒 这个 这个 白白净净的 头发又是 这个 这个 灰灰的 我们看起来也不习惯 所以呢 就产生 因为不同的长相 颜色 皮肤的颜色 所以呢 就会有这个 差别性就出来 智慧性就出来 对错性就出来 喜欢 不喜欢 只要有喜欢 不喜欢 这个 智慧就出来了 他说 所以呢 你想要说 在我们中国世界 要完全平等 几乎是做不到 就像我们在美国 对不对啊 在美国你看有多少种的 有没有平等呢 没有啊 对不对啊 现在最吃香的是什么人 黑人最吃香 对不对啊 没有错啊 很多东西 都是黑人师 你看现在广告 大部分都黑人为主啊 对不对 不能没有黑人 所以我们黄总人 比起黑人来说 在这方面 我们就 就觉得 不过平等 对不对啊 因为很多人 他们重视黑人 所以加州 还打算说 给这个黑奴的后人 一个人 120万美金 他也没有说 给我们这个黄总人 从台湾来 从中国来 10万美金都没有 结果他还给他们 120万美金 一个黑人的后衣啊 所以 那就是讲到说 当今 在美国 黑人当道 那我们 我们只是 一个例子 我们没有说 黑人好不好 的问题 就是说 以现在的 这种政治趋势 政治正确 来说呢 就是会有不同 所以呢 我们这里呢 我们就在 谈卵大师有一段 他说 因为 长相不一样 皮肤颜色不一样 所以高下以行 行就马上 高低 好坏 庄严不庄严 马上就产生了 所以 那就 就会 讲说 我喜欢那个样子 我不喜欢那个样子 所以 这就是高下以行 高下进行 四辉一起 就是说 你只要有 好 不好 优 跟烈 你就会有 四辉 就会产生 讨厌这个人 喜欢那个人 所以呢 有优势的人 比如说 白人 一般说起来 因为 以现在来说 在美国 白人还是比较 占优势 所以 他对 我们 方总人 就很难 真的平等的 对待我们 虽然在工作上 在工作上 他会尊重专业 虽然在公司里边 也许也很做重事 可是呢 你要私底下的交往 很难 随辱交融 很难 因为以前 我也是在 这个 这个 大公司 上班 大部分都是 白人 那有时候 我请他到家里来吃饭 他们总是觉得 未来 他还是 很好 但是 我们都会感受出来 他们 不会把我们 当成像兄弟一样 这样 是不会的 所以这个 大家有这样的 一个理解 所以呢 你 因为 只要是长得不一样 皮肤颜色不一样 就难免会有 会有矛盾 会有痛苦 所以呢 因为这样子 你就会造 造作各种的 恶业 我们所谓的 杀到淫妄 或者是 这个 各种的 不好的事情 互相 比如说 用嘴巴去批评 然后呢 动作表示 看不起 之类的 有一些 这个 报纸经常在讲 我们黄种人 亚洲人 也蛮 歧视这个 墨西哥人 有没有人 有听过这种 他心里大概 也都有一种 讲说 我们 台湾人就是 阿巴 老莫 老莫 对不对 就是有这种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真的这种 老相不一样 皮肤颜色不一样 这是很难 很难 没有冲突 没有矛盾 那这个 我们看到这一段呢 就是要来讲到说 因为长相不一样 皮肤颜色不一样 才产生各种各样的冲突 这个 比如说 像以色列人 跟这个巴勒斯坦人 对不对 他们就长得也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 他们 一看 他们就 就产生一种 隔阂出来 所以 很难 很难 真的达到 真的和平 这是 真的不容易 所以 这要归回来 就讲到 以佛教的立场来说 就是因为 震报不同 我们长相 皮肤颜色叫做震报 比如说我们这身体 长着这个样子 像我们这 五尺多高的人 比起人家七尺高的人 我们就矮了人家半解 对不对 所以因为每一个人 业力不一样 所以我们这 我们这长身体 叫做震报 这震报不一样 又是造成 各种各样的冲突 让差的人 震报差的人 伤心痛苦 让这个 长得庄严的这些人 他们高傲 自大 所以 这个 难眠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 冲突出来 所以 我们就记得说 电影 有一部电影 叫做 Green Book 叫做 幸福丽皮书 有没有人听过 这是 有一部电影 就是 讲这个 黑人 跟这个 白人之间的 这种 没有办法 和谐的这种 一部电影 他这个电影 是根据 他们 有人亲自的经验 亲自经验 是这个 白人的小孩 也说来说 他以前 他爸爸 他爸爸是 意大利一的白人 然后呢 被一个 黑人音乐家 聘行作为 他的司机 兼保镖 然后呢 把他 载到 从纽约 载到 阿拉巴马 都 所以 因为他们两个人 生活背景 完全不一样 这个 完全不一样 比如说这个 白人叫做 Tony Lip 黑人叫做 Dana Sherry Dana Sherry是一个音乐家 他是一个 作曲家 他是一个 这个 演作家 那他们呢 因为当时 这个黑人 就是 Sherry 就Dana Sherry 他知道说 他到南部去 表演 一定会碰到 很多很多的困难 所以呢 他就想说 他雇用一个 白人 来 帮他开车 顺便 做他保镖 所以 那这个白人 他是一个 混混 就是在酒吧里边 做这个 做霸台的啦 或者是 在酒吧里边 在招待人的 这种 白人 混混 这是一个 混混 那他因为 他急着找一段工作 是因为 他的酒吧 要remodel 要重新去装访 所以呢 好几个月呢 他就没有工可以上 所以他到处去找事 结果就看到 说有一个人 要征求一个司机 他觉得说 司机他还可以干 所以他就去应征 那这个黑人很 很看重他 他觉得他长得一表人才啊 然后呢 但是呢 就是没有什么教养 那不像这个黑人呢 很有教养 大家看一下 这个黑人是音乐家 他是雇用这个白人 意大利的白人 叫做Tony 然后他们就出发 那当时呢 这个黑人呢 他是老板嘛 他是付薪水给这个 黑人付薪水给白人的 这部电影呢 是2018年拍的 他曾经是奥斯卡第91届 得到最佳影片 Best Picture OK 那所以呢 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部电影 如果同学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 就是里边有很多是让你笑个半时 有些是让你气个半时的 所以就是很特别 那很多这里边讲的话呢 也被很多人传出去 比如说有一句话就是 世界上有太多不敢踏出第一步的寂寞人 就是以前的黑人 他们因为到处都被歧视嘛 所以呢 他们都不太敢出门 出门人家也不让他去上同一个厕所 更不可能在同一个餐厅里面吃饭 那时候那时候是有这么严重 所以呢 那但是呢白人就算再没有修养 再没有教养 他们可以坐在这个哪一个坝都可以坐 然后呢高级餐厅特别可以进去 黑人就不行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 这个当时这个黑人跟这个白人进去 这个一个地方就被这个白人打嘛 那打了以后这个白人呢 就是把这个黑人扶起来啦 把他疗伤啊之类的 就是说 所以这个白人呢 对黑人呢 并没有歧视啦 他还是很尊敬他这个老板 就是他的雇主 那他说他们出去用餐到高级的餐厅 结果呢这个司机可以进去 这个主人进不去啊 所以他就只能够在门外吃白人端出来的东西 黑人只能够吃这个样子 那再过来就说他不能都上同一个厕所 他到一个地方去演奏耶 他是这个演奏会的贵宾啊 结果到那边他想要去上厕所 结果人家讲说你不能上我们的厕所 像我们在舞台旁边有两个厕所 你不能上我们厕所 你要到外边这个 楼顶外边的厕所去上 这个就是因为肤色不同 仿向不同 所以有这样的这么样的困难 那他然后呢就这个白人呢 吃东西 比如说他们吃kandaki chicken 因为以前有这种炸鸡嘛 白人是拿来抓了手了抓了就这样吃起来啊 那这黑人他是很有教养的啊 他一定要用刀子去切啊 然后再去一小口一小口吃啊 这白人他们是抓起来就这样啃的 那这个他说这个白人呢 有一次他们走路走路就看到地上有一个 有人掉一个东西 一个像玉啊就是戒的嘛 一个戒掉地上 这个白人看到既然地上的东西我就捡起来了 捡起来他就把它放在自己口袋里边就变成他的 他也不会想说这个失误要不要去招领啊 要不要跟人家讲说我捡到一个玉 玉石就是戒的 这个呢都是处述在这个电影里边凸显说 虽然是白人但是他的教养很差 因为他的是出身比较贫穷的家庭出来的 那这个黑人虽然做过这样好的教养 也是很有名的音乐家 结果进来出门以后 人家不让他上好的餐厅 不让他上白人的厕所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就从这里来看到这个 这个长相不一样 这个颜色不一样 对这个我们这个众生产生多大的影响 那像我们好在大家都长得都是差不多 然后呢我们这个团体里边都这个黄色皮肤的 所以相差不大 所以我们冲突就会比较没有到那么大 那如果你到哪里去混啊一些黑人啊白人啊 红人啊墨西哥人啊混在一起 所以难免就经常都会有冲突都会有矛盾 所以这个这个夸张比丘他看到这样的现象 所以呢他才决定是说希望将来往生到那边的人 所有的众生全部都长得一样 同一个肤色长的体型也都一样 所以大家就没有互相歧视的可能 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地方同学有三分钟 同学有没有人有意见 或者说对这个长相不一样有这么大的问题吗 是有很大的问题 如果这个接着有不同意见的人 可以记住跟大家分享 有没有人接着长相不一样没有问题 都没有什么样的人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这个就表示你跟法杖比丘是同一个意见 所以我们都是要同样的自作福 所以我们将来一起到极乐世界 好今天讲到这边 我说有什么感觉 所以你是不是跟法杖比丘 为何那么多有些地方 是一种感觉 感谢观看